哈喽大家好,我是我们的小旋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三星首款5K旗舰三星S9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三星S9一眼采用了家族式环保褐色紫皮包装 打它的包装配件包含了一个支架 一个底座,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条电源线,一条miniDP转DP线 一条Type-C线,一个遥控器 一个摄像头,一个转接头 以及一份说明书保修卡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螺丝,支架在卡紧面板本体 就算安装成功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正面采用了四边微边框的设计 但底边边框会要更加的宽一些 在底边边框中央位置有一个小下巴 里面集成了无线遥控模块 切换到背面,这三方位置有一个磁吸触点开孔 用于连接摄像头 左侧印有三星的logo 两侧还有音箱的开孔 五项摇格按键则集成在了接口的下方 整体背面的设计简洁有质感 支架功能型方面 它支持升降左右各90度的垂直旋转 整体调色的阻力感不错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miniDP接口 三个types接口和一个雷电接口 但比较遗憾的是 它并没有配备了HDMI接口 接着我们来点亮它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首次开机 屏幕中央会出现三星的标志 接着需要进行初始化的设置 然后选择信号源 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第一观感 5K分辨率带来的清晰度提升是比较明显的 色彩艳丽 但不会过饱和 通过一切测试 SGP的容积达到了130% PBI为218 实际的质体显示和图标清晰度表现不错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RGB垂直条状排列 只像素的形态是长方形 OSD菜单方面 它使用了三星电视的Tizen系统 和我们之前测试三星旗舰 OLED G8和G9是相同的 操作的方式 是背面的五项摇杆按键 或附阵的遥控器 我们来看一下菜单中的功能设置 首先是摄温 出场默认声音为7201K 菜单中还提供了6500K的标准摄温 5档暖色和12档冷色的调节 其中最暖摄温为4222K 最冷摄温则达到了18883K S电亮度方面 出场默认实测为418L 手动调节到最高为562L 镜台对比率为995比1 略低于IPS标称的1000比1的水平 摄温空间方面 它默认是DCI-P3 菜单中还提供了SRGB和BT709的缩限 通过一切测试 SRGB摄温覆盖率为100% 平均摄差值1.01最大摄測2.56表现不错 P3摄温覆盖率为99.3% 平均摄温1.15最大摄測2.87 交换到BT709摄温覆盖率为100% 平均摄温1.16最大摄測2.69 从实际的测试来看 它的摄准表现是不错的 同时它还支持硬件校准功能 需要特别提一点的是 尽管我们见过很多硬件校准的显示器 但三星这款硬件校准的方式还是相当新颖的 它可以通过手机后置镜头来做数据的测量 通过下载对应的手机软件将手机与显示器进行连接 使用手机的后置摄像头 可以对显示器的白平衡、色准、伽马等进行校准 校准完成后 数据会直接写入显示器的个人设定模式 这样的设计在显示器中属于是非常高质量的创新 值得点个大大的赞 亮度和色度均匀的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生成3D ISO图像 中间浅蓝部分为550L 绿色部分在400到500L之间 边缘浅绿部分在300到400L之间 以国标25公格生成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16.91% 切换到色温模式 全屏色温在7210K到7896K之间波动 蓝色区域在7200K到7400K之间波动 四周绿色区域在7400K到7800K之间波动 整体的色温均匀度表现还是不错的 切换到全屏黑场 它的亮度在0.1到0.9L之间 上方有两处漏光峰值 分别是0.85L和0.9L 整体的漏光控制表现是相对一般的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 红色区域属是它的最佳视角 垂直角度在25度左右 水平视角则在30度左右 整体的视角表现属于中等的水平 频散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它都是DC的调光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仪器的测量 蓝光波峰占451NB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8.8% 不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再来看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深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A的规格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 5120x2880 64Hz 10bit的全范围输入 使用Micbook Pro 16连接 在Type-C的直联下 它可以支持到5120x2880 64Hz 支持HDR支持HighDPI 雷电接口支持反向供电 最高可以支持到20V 4.5Ah 也就是90W的PD供电 输入延迟方面 在标准模式 4K6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23毫秒 HDR性能方面 目前没有看到S9通过相关的HDR认证 同时通过滚动球的测试 它没有任何的分区控制 UTF曲线方面 它有E口 图像 娱乐 个人设定1和2的模式 我们先来看E口模式 由于黑场无法降到0 因此所有的模式对暗部细节 都进行了压缩处理 由原本的0L起步调整到0.5L 在0到60的灰接 相比于标准的PQ偏高一些 从60的灰接开始 做滚降的处理 图像模式 在0到20的灰接 高于标准的PQ 做了提量的处理 从20的灰接开始 贴合标准的PQ 娱乐模式会更加的激进一些 在0到60的灰接 做提量的处理 从60的灰接开始 做滚降的处理 贴合标准的PQ 个人设定1和2模式的 曲线调教基本相同 在0到20的灰接 做暗部细节的提量 从20到80的灰接 低于标准的PQ 做压缩处理 再到80的灰接 开始贴合标准的PQ S加实景方面 我们从松下的UB9000 加完美星球南光盘进行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 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色度计 生成尾色图 图像模式亮度最高 实测为409尼特 娱乐和个人模式1-2 基本相同 峰值在374尼特左右 但需要注意的是 峰值亮度信息 从太阳核心亮度 偏离到了天空位置 一口模式 亮度最低为298尼特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 岩浆的红色 有一定的过保和现象 同时 由于对比较低的因素 岩浆部分的 暗部细节表现也会发挥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它的色彩过度平滑 没有出现明显的色阶断层现象 HDR游戏方面 S9拥有非常优秀的色彩过度 整体的通透性表现也不错 但它的暗部细节表现 则相对一般 回接响应方面 它预设了三个OD档位 分别为标准 更快和EastDream 通过一切测试 标准模式 9.43毫秒 平均过冲0.07% 最大过冲为1.58% 更快模式 9.02毫秒 平均过冲0.89% 最大过冲为8.35% 肉眼看不到鬼影现象 EastDream模式6.06毫秒 平均过冲15.4% 最大过冲为52.89% 肉眼可以看到相对明显的鬼影现象 在运动闲时间的测量中 60Hz的状态下 BET为14.92毫秒 排名运动轻度天体榜第33名 实际在UF5运动轻度的测量中 飞碟后方的脱影明显 轻度表现一般 最后 量机部分还有两个点跟大家分享 第一是它配有磁吸式的摄像头 支持4K分辨率 实际的成像能应付应急的使用 第二是它配有双5W的定制扬声器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它的表现 接着我们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体榜的表现 拆开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 主要有顶部的摄像头供电模块 主要的驱动板控光盘 左右两侧的音箱 以底部的无线射频模块组成 我们先来看它的音箱组件 这是定制的发声单元 规格为6欧5W 值得注意的是 音箱整体非常的鲜薄 厚度仅为5.37毫米 接着我们来看它的驱动板 移除掉上方的金属导热片 就可以看到它的主控IC 是我们较为熟悉的 三星亮子点8K第三代处理器 负责视频信号的同时 也处理胎震系统 主控的上方 两颗1G 一颗1.5G 总计3.5G 右侧有两颗Pray的PS196芯片 用于信号协议转换 上方还有颗创尾的GL3523 用于处理Type-C接口的USB Hub数据传输 在靠近Type-C接口处 还有一颗雷电的控制芯片 显样为JHL8440 控光板方面 有两颗背光控制芯片 显样为BD9397 每颗芯片连接4个MOS管 这意味着它硬件最高支持8分区的控制 但在我们的画面实测中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分区控制 最后我们来看TECOM带来的信息 面板想要是M1-2270L7B-N10 这是一块由京东方生产的5K分辨率AUXIDE面板 背光则是由三星自己组装 整体从拆机的部分来看 它的做工用料还是很出色的 接着我们来看S9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坐标计算 它达到了130%sgb容积 色域天地板排名第86名 S加亮度方面 实测最高为562L 亮度天地板排名第7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实测为995比1 静态对比度天地板排名第108名 可视角度方面通过四角移的测量 它的可视角度属于中等的水平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格的白点测下 它的最大差值为15.18% 均匀度天地板排名第102名 S加单独测像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峰值亮度 实测为461L S加亮度天地板排名第76名 S加静态对比度方面 实测为822比1 S加静态对比度天地板排名第86名 相比SDR出现的浮游化 分区背光方面 我们从拆机的环节可以看到 它配备了8区的硬件控制 但在实际的画面测试中 它没有任何的分区控光 最后我们看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通过一切测试 它的最快可用灰阶为9.02毫秒 灰阶响应时间天地板排名第126名 运动显应时间方面 在60Hz的刷新率下 比提为14.92毫秒 排名运动轻易度天地板第33名 好了各位 按照惯例 我们先来对它进行一个优区人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看起来看起 1. 镜头方OXA面板 27英寸 5K分辨率 字距和图标轻度表现优秀 2. 内置Tizen系统 内部的做工用料出色 运行内存和闪存配置都很优秀 3. 配备了雷电4和3个Type-C接口 雷电4最高功率 支持90W的反向充电 4. 外观模具质感不错 配备了独立的摄像头 5. 支持智能校准功能 创新的使用了手机摄像头 为显示器探测数据 其实我们来说一下缺点 1. 静态对比度偏低 实测不到标称的1000比1 它的HDR亮度和对比度都出现了浮优化 2. 亮度均匀度表现一般 并且不支持硬件低纳光 3. 三星自主背光 但漏光控制并不理想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三星5K旗舰S9的 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帮我们点赞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